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其实是非常爱香港 也非常爱宗党 但是这两三个月来 我非常的伤心 你们总说 是别人的错 可是有没有想过 恰恰是你们自己 在破坏了香港的法治 自由民主 我非常坚定地表达我的心声 这是10月10日 发生在香港中文大学 校长学生对话会上的一幕 内地女神张婷 面对一些学生的辱骂攻击 人间定用普通话 冷静理性地完成了发言 劝诫香港学生远离暴力行为 她的行为一度被称为 淡定回呛千夫指 当头棒喝救港生 当天对话会上 许多学生对校长段崇志的提问中 表达支持示威 张婷却挺身而出 明确告诉在场学生 民主和自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希望其他同学可以尊重她的言论自由 回想起来 张婷称她听到一片呛声之时 内心并未害怕 反而觉得既悲哀又可笑 虽然自己的声音被盖过去 很难往下降 但她坚持完成发言 发言的时候 有一部分我是笑着说的 某种成章是 我看到他们的行为 我反而释然了 因为其实我上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我没有带着一点点 对他们的恶意 我真的是觉得有些东西 没有人告诉他们 需要有人告诉他们 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张婷认为香港社会 现在严重撕裂 校园也弥漫着一股黑色恐怖 激进暴徒容不下他人意见 肆意威吓满马 她直言对香港对立冲突的现状 感到担忧 因为中小学时期 中国历史课教育的缺失 香港青年人根本不了解 国家有哪些历史文化 很多时候找不到认同感 现在香港的学生 我感受到的就是 其实有必要去让他们感受到 其实 国家有很多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 不管是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事发后 张婷没有和江苏扬州的家人说 张婷爸爸在网上得知了消息 问他为什么知道危险 还要站出来 张婷称 自己是一个倔强的人 早就做好了被攻击的心理准备 张婷多次回看了当时的影片 认为其实自己的发言 已经达到理想的效果 他发现 不少网络评论里 涉及辱骂的学生 开始理解他的行为 对当天的不当行为 进行了自我批判 而他所接触的朋友 及内地网民 对他都予以肯定和支持 你可以看到 就是在我完整的那个 见面会的那个视频的下面 在Facebook上面 会有很多的香港人 给了非常高的评价 所以香港人 我觉得他们是认同的 所以可能 所以其实我到 到目前为止 我也没有受到什么样的攻击 哪怕是在Facebook上面 这样子一个状态 其实 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们是明白我讲得到你的 我觉得是有用的 所以其实 加强沟通是一个 就是加强内地学生 和香港学生 他们之间的一个沟通 是非常有必要的 专攻社会生态环境领域的张婷 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 本有机会赴英美读博 但最终选择了香港 他对祖国的国土 有种眷恋 认为香港是一个 待得越久 就会越喜欢的城市 他对香港社会问题 颇有研究 并相信 暴力事件 只是暂时因社会矛盾 计划所致 未来会圆满解决 他也希望 本地学生 能够多到内地看看 恰恰我们要反思 当下的这个制度 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 我觉得西方式的这些 就是 当下的制度 不一定是能够解决 香港问题好的方式 所以我恰恰觉得 香港应该 应该像 像他隔壁的深圳学习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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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 更多的去学习 学习我们 我们现在 为什么这二三十年 蓬勃发展的这些原因 再给一次机会 我还是会在大会场 面对众人 表达自己的心声 张廷很坚定的说 他想和学生们说 如果你们觉得 香港有要改进的地方 就需要思考 社会民生 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 一起建设 更美好的香港 而不是简单的 诉诸暴力 或将香港的问题 归咎给特区政府 和中央政府 香港的未来 在香港年轻人的手上 所以你们是什么样 香港就是什么样 如果你们是暴力的 香港永远不可能 是一个法治社会 如果你们自己 都不知道 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是什么 所以用这种 伪民主自由的方式 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如果你觉得不好 那你应该就 自己去建设它 香港人最有的精神 是私自餐精神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